欢迎订阅 会有人带她去打猎了 米娅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她能听到和看到一些非常细微的声音 但令她非常气愤的是 一个从未谋命的叔叔查理 环球旅行回来 自从葬礼过后就住进了自己家 妈妈依附林对她非常的热情 因此米娅不接受查理的嗜好 去随坐她的车子上学 也不接查理递过来的伞 结果放学果然下雨了 当米娅回到家的时候浑身已经湿透 好巧不巧还看见了妈妈 跟查理叔叔坐在钢琴前面 姿势亲密 心里就非常的不爽 第二天父亲的姑妈金姨上门做客 看到侄儿在显得有些不自然 饭桌上一直旁敲侧击 让易富林远离查理 看来这个查理肯定有问题 但是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易富林 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 结束后 金姨塞给米娅一张小纸条 叮嘱她打电话给自己 而对于查理要给自己订酒店 金姨有些抵触 放好行李之后 她来到了电话亭 没想到查理突然出现 抽出皮带勒死了她 而在家里想吃冰淇淋的米娅 在自家的冰柜里 却发现了老管家的尸体 最初惊讶之后 她很快冷静下来 米娅想起来之前查理叔叔 好像跟管家发生过争吵 之后管家就凭空消失了 也就是说 这应该跟叔叔有关系 不过发现这一切的米娅并没有报警 她想要搞清楚叔叔 来到家里的真实目的 一次米娅在弹琴的时候 叔叔突然凑了过来 四手连弹让她心潮澎湃 回过神来 发现凳子上只散落着一些泥土 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境 之后米娅无意间发现 查理叔叔和母亲很暧昧 把这一切都看在沿着的米娅 立刻跑走了 不过心里却有些异样的感觉 于是找到了在学校里 很照顾她的男同学 但是在过程中 米娅清醒过来想走 男同学想要霸王硬上宫 被躲在一旁偷偷观察了叔叔 冲出来拿皮带勒死 米娅默默地跟在一脸平静的叔叔背后 陪她埋掉了尸体 说说完这一切后 米娅有一种天性被释放的感觉 第二天 米娅在父亲书房发现了一叠信 居然是查理叔叔给她寄来的 里面诉说着叔叔对米娅的爱意 并且查理跟自己一样 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听觉视觉 还不爱跟人接触 血液里面存在的都是暴力因子 这是家族遗传 这时米娅终于知道父亲 为什么总是带自己去打猎 原来她的目的就是 通过猎杀动物来转移注意力 免得自己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并且父亲送的礼物鞋子 也全部都是叔叔送来的 不过这些信的邮戳都是同一家疗养业 米娅想到之前在叔叔鞋里面 发现的父亲墨镜 觉得他的死可能也有猫腻 于是就是质问查理 没想到他先是讲了一个故事 米娅的父亲以及查理还有一个弟弟 但查理因为哥哥总是关爱小弟 所以就将他埋在了沙堆里 之后他就被送去了精神病院 在米娅18岁生日时才出院 但是哥哥却拒绝他加入自己的家庭 因此查理直接杀死了米娅的父亲 伪装成交通事故 接着他掏出一双 像成人的高跟鞋给米娅穿上 要带他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但这一幕却被妈妈依附林看到 被查理诱惑的 他还以为高跟鞋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却穿在了女儿的脚上 便愤怒离开 再次面对查理的勾引时 依附林脚戏投降 但下一秒 查理却将皮带勒上了他的脖子 他大声喊着 让米娅过来欣赏 米娅来了 不过却担着附近的猎枪 解决了叔叔后 得他彻底释放了家族本性 就此开启了从血液中 得到快感的杀戮之旅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